然后你这个,也不对,人家是中华民国三年,你这个带两个花星,这没这样的,没这样的,你还,虽然说你老哥,你玩的银元时间不长,但是你玩的都是大针,你说,这个你看你的三年两边没花星了。 他说这个,人家说这个是特制的,多少钱拿的,多少钱拿的,这都是几百块的,老哥,你上当了,你上当了,一个普通的最普通的大头真的一千一,你这个特制的几百块,为啥给你啊,人家,人家还是有那种,我给你,那都是手来的。 你说他的专业能力强还是不强? 这个 就是你买这个人的专业能力,他是懂还是不懂? 懂 懂 一个普通的大头,他都知道卖一千多,然后你这个特制的 你要知道这个时候,那个时候你们没有这个公司,你们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公司,哪个时候啊? 就是卖手艺 2020年的时候 2020年的没有 2000年 2000年的 2020年 2020 2000年,是吧? 对对对 那龚博是2011年成立的,但是龚博是2011年成立的,但是老哥,你说我 2011年 来,你这啥时候买的?你不要管这,你啥时候拿的? 我这是啥时候拿的,我这是,因为我买的比特多,这是在2001年买的,不是2002那里 好,老哥,咱不抬杠了,首先啊,你看,你来找我看了,咱们这的规矩就是,看真,咱就要,对对对对 看假,你送给我,你送给我,我都不要,因为有啥说啥,有的很多老百姓家传的,他不懂姻缘,有很多就是,我说假的,给你加价,那不行,那黑心,假的,你让我看了,送给我,我都不要,还是那句话,你这些,你从2000年完也好,2020年完也好,最起码你看你现在,你知道这是特制的,这是一两,你现在看姻缘的视频资料,这都多少钱一个? 不知道,你像这个,你的最普通的吧,最普通的,这个苏维埃,如果是几百万,然后像这个,这个也是四处要命,几百万,你最普通的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湖南的双龙一两,最普通,最普通的你这个品项,百十万上下,你刚刚就说了,人家,你买的人,他比你还专业,让你捡那么大的漏吗? 一个几百,一个几百,老干,我,你咱别,这个不是湖南的吧? 对,湖北,湖南的更猛,湖南的就没有,这个湖北一两,对,就那品项,这个湖北一两,你查查他,他这个品项,这个,做工上面,百万,百万几,真的 以前是百万几,现在是,现在也百万几,现在也百万几,你品项可以,你知道价位啊,这说明你知道价位啊,你买的时候几百,或者说几十,你这连银都不是,我估计人家不敢卖你几百,老干,有啥说啥,我估计你破百都破不了 那你买他一百多块,那几万块钱的,你现在,抓紧时间找他,给退就退,不给退就报警,你要说,你买个,这个东西不是银的,十块八块,那不说啥了,几十也不说啥了,就是现代工艺品,你要是几百,那就不行,你抓紧时间找他报警,这就是妥妥的诈骗了, 老干,有啥说啥,你既然找我看了,因为您今年六十多岁了,挣钱不容易吧,因为咱们河南,都是靠种地 你知道这个事,这个事也很早的,啥很早的 那一千老朋友 哎,大清,被称为最漂亮的龙阳,你看你这,你看你的做工 你看你这做工,老干,你看那个做工,那是龙吗,像个蚯蚓一样 对不对 这个不是那里,这个是通游户里,这个是那个的荒游户里 这是曲织龙,不是曲织龙,这不是曲织龙 不是曲织龙,这是事实样壁 你这不对,你这不对老干,做工这都一言假的做工 一言假的做工,你只是这样老干,还是那句话,挣钱不容易 你要不听我的,你就再找别人问问 找个十家八家,看大家的怎么评价的 如果说大家都说假的,抓紧时间,找他,给他退了 不对,你就报警,这是妥妥的诈骗,几百块就不是银价了 也不是工艺品价了,这是妥妥的诈骗了 好吧,能不能行,还有没有其他的 没带了 没带了,一百多块,都是在一个人地方拿的 不是,几个人的地方 几个人的地方,那应该像你这是在地摊或者说古玩间拿的吧 没有古玩间 要不你找不到他们 有手的嘛 对啊,你找不到他们 你下乡收的吗 等于说人家下乡收的,你反过来收他的 我下乡收的 你下乡收的 你刚刚说你买别人的 现在你又自己下乡收的 我自己下乡收的 你自己下乡收的,那你找人退不了了 你老百姓一百多块,你要寄清,你就找他退一下 你要寄不清就完了 好吧,老哥,这个确实不对 这个签币平常在下乡都是小,不大 为啥 不知道 他就做这个一两小 一两小 这是户备的 一两小 嗯,会不会光级三十年呢 呃,其实这样 这个是官方发行的 就是清朝政府发行的 不是老百姓家做的 库平一两就是十钱 三十七点三克上下 然后七钱二分 七钱二分你知道吗 七钱二分我知道 七钱二分大还是一两大 那答案一两大了 那你这个就是七钱二分的样子啊 一元,一元就是七钱二分知道吗 他就没有那大 你就是你家发行的 嗯,明明一两的,你标注一两 你要和七钱二分做的一样 他那个,他那个,他那个,他住水 不是他那个时候 是你这个时候出问题 这就是假的 你想,你这东西一招并你随便打吗 对不对 你自己想打一个 你打成二十两 能不能行 那是开玩笑的 那是开玩笑的 你在两千年就开始玩音源是吧 嗯 再学习学习 嗯 再学习学习 别着急买了 不学习了 不学习了 已经学到家了 嗯 那行那行 尽量尽量再和同行交流交流 因为交流交流 学习学习嘛 对吧 你这东西咱还收起来 好吧 还收起来 对吧